好的,比赛开始 网友朋友你们好 这里通巴黎第二阶段的比赛 现在场上对阵的双方是许昕和王黎琴 因为有很多球员在比赛 包括教练 也是需要去所喜爱的一些解说嘉宾来进行解说 那么现在这场比赛呢 暂时是李欧一个人 是6比0取得了领先 我看到我们的网友大摩羯的胖胖球小花吃书 要是知道 因为各个解说到这边来跟李欧一起解说的时候呢 都是对马龙 这可能是还需要网友朋友们来告知我了 为什么觉得他不太省心啊 欢迎请知道 主持人好 那像这种第一局的比赛 我想作为他们俩的看点还是上海队的这种一号之争吧 因为从目前他们而先 他这下手来看现在已经是9比3了 好像并没有手下留情 集合战队的时候也对柳儿岛对许欣也提出了批评 是提出了一些要求吧 而大力呢 因为头三场是连续败了三场 年龄的话 精神 他的斗志还是值得这种许欣去学习 没错 很多场比赛 类型呢 是吗 你刚刚有说许欣是不是不太省心什么的 对 因为他们俩呢 报名还是比较活泼 这一升级到主任了 我们的刘玉静问道 请知道啊 许欣的纸板有哪些还带加强 首先呢 马铃那属于一种传统打法的 后面加的这种 纸板很大 许欣呢 他也有些特点 他的手比较正常的这些选手 拿他的球牌 拿了就像拿了把扇子一样 天哪 对 包括他的这个 这个 王立琴可能 这局还也不太要了 想力拼第二局 那球应该会更精彩吧 那王爷们你们好 这里是中国网络电视台 五家体育台 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 直通巴黎式赢赛选拔赛 第二阶段的比赛 那王爷们你们好 这里是中国网络电视台 五家体育台 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 直通巴黎式赢赛选拔赛 第二阶段的比赛 虽然说我们很合理的去安排这个比赛 我选择或者是稍微不注意 比分可能就很快 连续连续 听得想像秦志的 或者有什么需要讨教的 都可以在旅游的新浪微博中的进行留言 所以王立行平时也给他做场外 包括教的一些训练比赛 包括条件 我想问一下大力 可能拉到同一年 拉到同一年 大力震守的这种力量和这种速度 大力震守的这种力量和这种速度 特点 会有特点 当然有第一局垫底 可能观众朋友们看着心里还有一些悬 不一定是说许晴大力分理线 许晴这局不特别 刚才我也说 刚已经介绍过了 他的这个形状首先来说 就比一般的球拍要大 都是定做的 他的球瓣也是比一般的 他的这个形状首先来说 就比一般的球拍要大 都是定做的 他的球瓣也是比一个手比较长 木材的这种 对木质的这种追求 可能相对 这个大力的精神非常值得肯定 像李旭同也说佩服大力 非常值得肯定 像李旭同也说佩服大力 超越联赛的最后决赛 所以说对他们这个 因为之前的话就很重要 特别是王立琴的这种年纪 35岁 从胳膊到腿 到这个所有的肌肉环节都疼 所以也积极地去放松去治疗 年纪最大的就是王立琴 第一 然后和前两天刚刚到这组的这个 吴佳季 总共七个人 还是再一次的提醒王院朋友们 在观看的这个页面中的 右侧的四个窗口 可以任意的拖拽到左侧的大 奉献的一场比赛 不疼婚压 问道请问指板如何处理好推档 和指板横打两指 就是因为现在指板横打的这种趋势 和发展的潮流会越来越多 其实和这个手指的发力不同 一个是食指发力 和一个是母专业 我们的球迷确实都非常专业 如果有机会他们来到这里的话 我想您一定也是心事又是一度领先了 来到了7比2 疫情来说 像这种高强度的对内这种大循环来说 体力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吗 因为留着到点评的时候 也希望大力第一天能就是正常的扁紧一个人 也希望他能这种 因为后面也去也面临了很多比赛 这场上能有种快乐 后心带的许心是又一次来到了 这局的局点而是比4 后心带的许心是又一次来到了 这局的局点而是比4 可能这个站在我的角度 我的感觉他今天的球板呢 可能在站在我的角度 我的感觉他今天的球板呢 可能在粘的时候粘的是没有粘到位 所以在他这个下眼球转为上眼球以后 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这些重点 他需要通过这种长时间的训练 成为一种条件反射 才能这边扔的问题一个比一个转眼 好看一下场上 是否可不够 这个人听更不是 就真的被他争到啊 所以又不少 其实一阵子练得 开始 ick 够工 硬硬 最弱的也就是他的防守 防守最弱 防守最弱 我们一二三加一说 请问一下请指导 拉下旋球注意摩 然后才能选择你使多大劲 包括这种位置 其实就是 你也拉不死对方 来选择你的出手 就力量大并不一定是好事 跟站位有 他制造旋转 然后在特别是在紧张和关键的时候 大赛的时候 拷掉的手法 拉出这种超低的这种球 超低的这种球 所以现在场上 好像压着王立芹打的这种感觉 你看现在王立芹叫了暂停 他也觉得这个节奏考虑考虑 是在扩大比分 你看 掉到正手 但是 王友非常的可爱 岁学比较合适 那首先可以在婴儿床上给他钓一个乒乓球 先让他看他 三岁的时候 在客厅里再钓一个球 然后拿了一拍 可以去拍两下 看看天赋怎么样 对 然后到三四岁的时候 可以先去捡球 然后到五六岁的时候拿拍 好了 那么第三局 第四局呢 最终许昕还是以11比5 那也就是说 许昕以三个11比5 那么请指导您给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